台北市信义区一名金融业富商的儿子 因为朋友急欠债务却是神隐 被嫌犯给盯上 当街掳走痛殴 勒索400万元赎金 父亲赶紧筹钱赎人 警方也火速逮到掳人的帮派主贤 另外在新北市新庄区 更是有被害人因为行车周分 跟人相约谈判 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找来了同伙社局 抢罐药酒痛殴血粉 男子走路摇摇晃晃晃沿途都需要别人搀扶 但他不是身体不舒服 而是被人抢罐药酒 动手的就是身旁这群黑衣人 有恶煞手里还拿着一大袋药酒 打算继续犯案 一伙人就这样把被害人拖进仓库 为欧时报 动手的料性主贤自称是天道蒙帮派干部 这回是因为朋友和被害人有行车纠纷 两人说好见面谈赔偿 但他却找来小弟设局 一站到被害人就逼迫他喝药酒 要求把十罐都喝完就放他离开 不过被害人喝了四瓶就不生酒力贪软 一群恶煞竟然持棍棒西瓜刀 把人打到满身伤丢包逃逸 犯险在围欧之后也迅速逃离现场 是由路人报警 另外在台北市信义区有帮派恶煞 当街把被害人用束带绑住口罩 蒙住双眼 强卤到新北市山区的铁皮屋林院 向家属勒索400万赎金 警方掌握主贤住处围捕歹人 才知道黄欣被害人因为介绍朋友 到黑帮美英会流行嫌犯的赌场赌博 但朋友欠了400万就落跑 嫌犯知道他是富二代 转而向他讨债 强卤拘禁痛殴 被害人父亲是金融业富商 几个小时内就筹出400万赎回宝贝儿子 不过帮派分子一时嚣张 下场都是被警方掌握身份 狼狈落网 介绍黄欣秘州台北采访报道